大家好 本次影片會用簡單的方式 講解月位的判定方法 如果你想知道更仔細的內容 請看我之前發過的另一部影片 這裡我們不會深入的探討月位規則 只單純講判斷方式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首先要先知道 月位規則 球門球、腳球、邊線球都不適用 這三種狀況球員怎麼跑都沒有犯規 判斷球員是否月位犯規 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時機 第二,所在位置 第三,身體部位 第一,時機 月位的判定發生在傳球瞬間 這也是為什麼比賽時重播鏡頭 都會把畫面定格在球員剛要出角的瞬間 記得是傳球瞬間 如果你一直帶球不傳球 那就沒有月位的問題 第二,所在位置 首先,月位只發生在防守方的半場 我方球員在自己半場接球 不用遵守月位規則 假如現在我方進攻 我們將進攻方向定為前方 簡單來說會分成兩種狀況 第一,對方倒數第二個球員 在球的前方時傳球 傳球瞬間超過這個人的進攻球員 都是月位 第二,球在對方倒數第二個球員前方時 傳球 傳球瞬間超過這顆球的進攻球員 都是月位 只要你在傳球瞬間就站在上述所說的月位位置 那你就不能參與在這顆球的進攻中 簡單來說,這顆球一傳出來 你不能追,不能碰,不能干擾對方球員 球打到對方或門柱反彈你都不能拿 只要你有意圖想碰球 就會被吹犯規 如果因為干擾對方球員而進球 那也會被判進球無效 總之在其他人取得球權之前 你都不能干擾 第三,身體部位 足球是除了手臂其他部位都能用 所以判定的部位就是一個人 除了手臂的最前方部位 以這個例子來說 兩個人都是肩膀在最前方 只要進攻方的肩膀 比防守方更靠前 那就算月位 以上就是月位的判定方法 我們透過以下畫面再複習一次 傳球瞬間 對方倒數第二個人比球還前面 月位線在這裡 隊友沒超過所以可以拿球 再來傳球瞬間 球比對方倒數第二個人還前面 月位線在這邊 隊友沒超過還是可以拿球 所以只要傳球瞬間 你不在月位位置 不管這顆球飛去哪 你都可以碰 那本次影片就分享到這啦 掰掰